拖着超大的行李箱坐进车内 她是Coco 李文 今年情人节才发行新歌 写着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被外界怀疑是否是婚姻 亮红灯 甚至传出Coco当时 已经与结婚12年的丈夫 处于分居状态 Coco 李文2011年嫁给富商Bruce 是香港立峰集团总裁 身家超过40亿 上一段婚姻有两个女儿 李文与妓女关系良好 曾经表示有没有小孩 都没有关系 开心就好 没想到几年之后 李文的丈夫Bruce 传出疑似与年轻女子关系暧昧 导致两人婚姻关系降到冰点 20年李文在微博写下 要医治破碎的心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 勇气不是与生俱来 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练习 改进和争取婚姻触交 毕竟Coco早在27岁时 与丈夫相恋 拍拖10年 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 心中的伤难以复原 这情观恐怕是压垮她 关键的一根稻草 亲爱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 爱你爱你 七分钟不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